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 是我们在6月21号用居家远端录影的方式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国股市上个礼拜五是出现个重挫的走势 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应该有看宪荣老师技术分析的 都不会太过于意外 还记得上个礼拜当FED的一个公开市场操作会议 当时美国经济虽然已经开始解封 但是也跟大家分析到 FED的会议暗示大家大幅度调高了通膨预期 并且2023年将会提前升息很有可能一次到两次的情况之下 这个部分原本技术面最近美股五周军量已经跌破十周军量 量的趋势已经在转弱 周线的这个MACD也会趋势指标的部分 也由黑翻红也出现转弱讯号 那因此提醒过大家 美国股市的部分要很小心 很有可能过去这一年多 靠着FED无限QE跟大幅度降息 推动上来的资金行情 有可能会扭转开始要变盘了 那果然上个礼拜五的美股到穷 哇这地方不跌则已 一跌跌了533点下去 四大指数上礼拜五是全数收黑的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一开始当然受到美股的牵连 再加上我们的护国神山 有一家外资Morgan Stanley开了第一枪 什么第一枪呢 所有外资之前都是看好台积电的 结果Morgan Stanley突然下修了台积电的投资平等 把它降到中立 而且目标价调降到580 还说现在买进台积电的话 会变成Dead Money会变成一个死钱 死在那个地方动都不会动 那真的是这样吗 台积电今天重挫了这个20块的幅度下去 当然也让台北股市大盘指数的部分 开低收低收盘是重挫了255点 美股重挫台积电降频之下 今天台股大跌 后市该如何去看待它 接下来要去注意哪些重点呢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都会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那节目一开始 我们还是先按照惯例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盛容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操作建立的内容 那今天大盘开低震荡 然后收低下去 原则上这种整理盘 我们都采取这个短空的一个操作为主 那今天锁定的标的是IC设计当中 3034的连勇 最近蛮多利多的 说驱动IC在喊涨价之下 法人估计第三季的营收要拼历史新高 外资也都说在继续按赞 但是我常常说你要注意哦 报纸所讲的 常常不定是真实的 当报纸告诉你法人看好 外资在喊赞的时候 你要自己去观察 那上个礼拜就发现到 报纸这么多利多都说法人看好连勇的第三季 结果这些法人外资是连续三天卖钞啦 国内的法人投信也是连五天卖钞啦 这个就不对了嘛 对不对 而今天早盘开低 一度反弹上来 吸引散户抢进又多之后 又有大户在持续出货的迹象 动能指标也翻黑出现转弱讯号之下 所以今天现龙老师建立会员朋友 3034的连勇 我们才去短空 当冲先卖后买的策略 那这是今天的连勇走势 你可以看到股价的部分 是这个先来看一下走势 在这里 早盘开低 一度还反弹上去 想要这个地方吸引散户去抢反弹 结果后来是一路的震荡走低走低走低 最低还跌到480.5下去 那收盘是中错了20块 不过今天连勇这档个股 比较可惜 我们并没有赚到 原因在于说 今天9点45分 现龙老师发出指令 短空3034的连勇 技术面转弱讯号出现之下 我们定价492.5到493.5之间 要来做卖出的动作 那停损目标也都定下来 只是观察到了10点多 今天这连勇 我们定价在492.5以上先卖 卖单一直都还没有能够成交 就已经杀下去了 这种状况再挂在那边 也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就请会员朋友 把卖单取消掉 重点今天没有赚没关系 我还是一个重点提醒大家 我们只要方法正确 不愁没有赚钱的机会啦 当然讲到这里 可能有些投资们会说 哎呀这没有赚也要拿出来讲 这就是现龙老师一直跟大家强调 我成立极品操盘团队这么多年 就是在希望在市场上立下一个所谓的标杆 什么标杆呢 希望给大家知道什么叫做专业 用心 有诚信的操盘服务 所谓的诚信是什么 当然很多投股老师天天都大获全胜 天天都有股票涨停 但是你加入就会发现很多都假的 那有些老师甚至涨停版了 才叫你去买一档股票挂滴滴的 买都买不到 这样也在电视上表演 这叫诚信吗 当然不是 所以现龙老师强调 你加入我的会员 如果你看到现龙老师 在节目当中跟你说 今天战机战果如何啊 一定是会员朋友 有机会成交 我们才来算战机 绝对不是所谓的空气单 只看得到买不到的 这个我们要去强调 当然你说今天没有赚 可是我们也是这样子 坚持不说谎不骗人啊 对不对 每天有赚没赚 现龙老师都会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给大家看 我只求认同现龙老师理念的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如果你认同现龙老师这样子 每天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投诚实讲的 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我们一起来征服湖海 共创双赢 这个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我还是强调刚才所说的 其实你看现龙老师的节目 更重要的是 你要看懂现龙老师 做股票的方法 尤其做当冲 很多人都认为做当冲的方法 就是坐在电脑 坐在电视前面 看看现在什么股票 大单在急拉了 哇好像买盘很强劲 就赶快去追 看能不能够搭个叫 运气好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就赶快跑 万一运气不好 长穷就只好凹着等解套 到最后没有解套 就变成一赔 哇赚 赚个几百一千里两千 一赔赔个好几万 赔个几十万都有 这样可以吗 其实你如果都这样做当冲 我会跟大家讲 方法错了 那现龙老师做当冲的方法 其实我都跟大家再三强调 你要去看得懂 因为任何事情的成功之道都一样 第一步要做到什么 要找到正确的方法 当你能够找到正确的方法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成重复 把重复变得更好 那自然就有机会 用正确的方法 一档一档赚下去 不愁没有赚钱机会了 对不对 那现龙老师做当冲的方法 我都跟大家讲过 每天我们按照专业的SOP来 第一步观察好盘式 决定多空 攻击盘我们做多 我们先买 整理盘我们做空先买 那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一千多档两千档股票 我们也不用贪 我们也不要想说 每一档都要知道今天会涨会跌 我们就找到最符合条件 最有把握的一档 顶多两档 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就遵守机率 理性操作 当天进当天出 绝不凹单 就是这样按照SOP 每天来这个地方 一步一步的掌握赚钱机会 对不对 而且大部分人都只会先买 可是你看到现龙老师 每次大盘整理 我都反而建议会员朋友 采取先卖 那找到大户在出货 转弱的股票来卖 这样这地方自然就有赚钱的机会啦 那你说今天没有赚到 没有关系 可是你看到上个礼拜五 还记得我们做什么 被动元件的凯美 那天大户 这个拉高防守出货 被我们发现 2375的凯美 一早建议大家 做短空 在技术面转弱讯号出来之下 120.5以上到121.5之间 先做卖出啊 对不对 那你看到 这是9点29分 建议大家120.5以上卖出 9点42分 最高来到多少 121 所以刮120.5都有机会成交到 都能成交得到 卖完之后呢 我杀下去了 对不对 那到了这个翻黑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 117.5平盘以下买回 最低还有杀到115.5 所以你看到这样子 稳稳的就能够赚到多少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下来 上个礼拜五 很多人就这样 超赚个三块以上的价差 做个十张就好 很多人在上个礼拜 光靠一档凯美 就赚进了三万以上了 啊不止凯美 对不对 包括之前的 这个会扬 也是在这个2637的会扬 短线转弱讯号出来之下 79.8以上 到80.2之间来做卖出 你看最高后来来到多少 80元的价位 卖完之后杀下去 有没有 顺利的翻黑 我们76.8以下买回 也是三块以上的价差 100万可以做15张的话 那天很多人帮自己加薪个 45,000以上 放进口袋里了 这都是有机会成交 我们才来算战绩给大家看 啊包括了亚诺法 啊也是一样 对不对 啊这个 一早建议大家76.3以上到76.7之间来做卖出 最高好到77.4 全部都能成交到 平均卖在76.5 杀下去这地方 好我们也不贪75.3以下买回 赚个1块2以上的价差 15张 这地方18000以上 还有包括了这个连羊 也是IC设计的股票 平盘附近131.5到132.5之间卖出 最高就是来到132.5 后来呢 杀下去这地方 啊这个翻黑杀下去 我们建议大家128以下买回 最低还要到126.5 又是4块的价差 8张都32.5以上 这都是会员有机会成交 才来算战绩给大家看这个成果 那重点是你看到 只要方法正确 不愁没有赚钱机会 对不对 从过去一个月 5月19号到这个6月18号 这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当然不一定天天都能赚钱 我说过 那叫神话 神棍才讲的话 重点是线龙老师 每一笔操作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有赚没赚的 我都诚实讲 对不对 那创下了12胜3负的成绩之下 赢亏相抵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累积投包率29.2% 等于投资法假设每一党用100万商下来做操作 一个月下来 帮自己加薪个个十百千万十万 六位数以上 你会看到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这个部分 我们都会继续努力坚持 用正确的方法来掌握赚钱机会 记得 只要方法正确 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做得更好 只要方法正确自然就没有这个不愁没有赚钱机会 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继续努力下去 当然也都欢迎认同现龙老师理念 认同现龙老师操作方法的 欢迎大家缘分到了 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来谈到这个盘式了 当然今天最重要一则信息就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摩根斯丹利这家外资 开出了降频的第一枪 原本所有外资都一致的看好台积电之下 他首度的下修了台积电的投资评级来到中立 目标价从655块 砍到这个580元 那当然重点我们去看看 他为什么要把台积电的平等展望 降到中立呢 提出来有四个疑虑 第一个毛利率会不会扩张 市场认为会 但是这家外资并不认为 认为毛利率可能会开始持平 第二个台积电的成长性 会高于整个半导体产业吗 他同意会但幅度不像市场想象的这么乐观 第三个这个2022年之后半导体会不会进入下修 这个是重点 他说肯定会 而且很有可能提前在今年第四季 就看到代工价格的涨势宣告终结了 第四个未来三到五年台积电还会大涨吗 他认为说台积电如果说以这个价位来看的话 放这个钱可能只是个dead money 这个死钱 简单的说他认为台积电已经不便宜了 现金值利率不到3% 摆在那边可能就算不跌也涨不到哪里去 那我只说这四个观点来看 我部分认同 其实很多我都是之前就已经提醒大家 不是最近跌下来的才说的 还记得来看一下 这是台积电 这个在 这个看一下 找一下 这是 往前一张 往前一张 这是4月15号 就是这张 找到 这这四这一张 4月15号的时候 还记得 在之前就已经提醒过大家 那当时台积电股价涨到600多块 全市场都还认为说 台积电还在上修资本支出到300亿美金 代表他对未来的订单很有把握 我们刚才讲过 其实台积电有三大隐忧没有解除 第一个缺水之外 缺电 台湾缺电 这对台积电 未来想要跟流台湾 会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 但是更严重的是 现在整个半导体 已经都出现了overbooking 重复下单问题 这个部分非常严重 尤其在中低阶制程的部分 那偏偏在这个下游厂商 这个所谓的重复下单的条件状况之下呢 其他的竞登对手 其实包括台积电在内 都在上修资本支出 也都是在做什么 产能扩充竞赛 那问题来了 现在景气很好 客户赶快多下一点订单 那等到这地方订单 这个地方这个 这个所谓的缺货问题 没那么严重的时候 人家订单库存过高 就会缩减 那一缩减下来 现在又一堆的厂商 在做扩充产能 到时候产能扩充出来 订单却缩减下去 整个代工价格会怎样 就会反转下去嘛 这是我当时特别提醒大家 要去小心的重点 所以当时我为什么一直提醒 台积电在这地方 有利多出来 记得都要怎样 见好就收啊 那这种状况 当然这个后来台积电 跌到518块下去 都印证了我的看法 那重点是跌到这个地方 外资现在才挑降第一枪的时候 我常常说一句话 重点不是外资在怎么说 而是外资在怎么说 像现在外资调降平等 可是你还记得吧 在这个涨到679块高点的时候 外资是怎么说的 外资是这地方说台积电准备迎接 英特尔的肥单 最高目标价还含到1100 那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 其实这时候你要去小心 英特尔的肥单 可能不是大补完 而是所谓裹了糖衣的毒药 更要小心的是外资报告 含到1100的时候 叫大家往前冲 散户一波风在抢劲 结果呢 自己在偷偷想后赚 绕跑了 这样可以吗 所以当时现龙老师都提醒 台积电真的要很小心 那当然台积电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518块我刚才讲过 中期回档 它会跌个两成左右 现在跌了24% 已经达到满出点 那一天518块 爆量流长下引线之下 短线也酝酿反弹 那一弹涨到600块 那原本600块 就是它的一个这地方 下降压力线的一个重大压力 很难过得去 只是因为了 它调高现金股息 从2.5元调高到2.75元 10%的一个诱因 所以我认为说 可能会吸引部分的外资 来做一个买盘回笼 那也让台积电的股价 区间原本是518到600 碰到600上去要回测 那现在来看的话 有可能拉高到570到660 那结果前阵子先涨到600以上 整理整理整理 那现在今天一个拉回 又回测了583 那我的看法没有改变 这地方先来测一下 570块的支撑 那能不能够守住 还是看外资的态度 也如果说外资在679块 拼命的叫大家 赶快买哦 自己在偷卖 那个就是股价的反转点 后来会跌下来 那如果说外资叫大家 这地方保持中立不要买哦 升级机告诉你 调降目标价要先卖哦 那反而如果外资跌下来 压低偷偷买 那整理完测完570 反而又会再上去 这是我认为台积电 未来这地方要去注意 重点不是外资怎么说 而是外资怎么做 才是我们要去观察的 当然对台股的看法 我的看法仍然没有改变 如果台积电能够稳住 带动指数突破17709 但量的趋势仍然持续转弱之下 那就算给他过17709 也会价量被离甲突破 但是如果说外资开始卖台积电了 好 那让指数的部分 过不了17709 就开始回同 尤其他已经反弹 五周未过前高之下 上个礼拜刚才讲过 接下来盘势很容易轮到什么 空方空盘嘛 对不对 那尤其在融资再度大增散户借钱卖股票的情况之下 五周均量却跌破十周均量 量的趋势在转弱 所以我跟大家说 这个盘接下来要很小心 那甚至我认为说在这里过不了17709 再度下跌变成一个M头危机的情况 这个可能性都还很大 那你说M头会怎么走 当然17709变成左边的高点 17417变成右边的高点 跌下来 先破前波的低点 反弹 测一下颈线 再下杀一波 那前面跌了2000点 筹部终身大概2000多点 未来 破颈线 反弹测颈线 都可能还有再一波2000多点 这个可能性 我不敢说一定会出现 但是这个风险意识 一定还是要有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的操作提醒大家 除非台积电能够续墙 并且大盘有5000亿以上的多方攻击量 这样续航力道才会强 不然这个盘势我们都要十分谨慎 所以最好的操作策略 也就是我跟大家所说的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我们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的一个操作策略 重点是有赚没赚 盘后一定保持空手 这样才能够让你真正的 高枕无忧的一个操作方式 让你这地方采取一个盘中满手 这个赚了就走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一个操作方式之下 稳扎稳打的 稳稳的把获利放进口袋里来 当然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讲 如果说没有汇根 哎呀知道当冲 风险很小 稳稳的来做赚钱 可是又没有那个汇根 结果操作了半天 每次赚就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 一赔不小心就赔了几万块 赔了几十万 怎么办呢 记得 没有汇根 更要汇根 也就是这地方 我们知道你需要我们帮忙 不要为了省小钱 结果赔了大钱 花了大钱 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我们的当冲 再强调一次 不是盲目追高杀低 只会赚个几百块一两千 然后不小心一赔 就这个几万块出去 而是每天仔细的观察盘势 决定好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在确认转折时才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几率 理性操作 当天进 当天除 绝不凹单 就是这样的条件之下 有攻击机会 我们也做短多 像上个月盘势强劲 我们锁定IC载版的南电 坐拉两趟 对不对 那时候大户在进货 转强讯号在出来的时候 再建议大家325以下买进 你看最低来到324.5 顺利的买到 拉高上去 332.5以上卖出 最高后来来到335 至少都7块半的一个价差 4张就是3万以上的这个利润 一天就可以将加薪加起来 放在口袋里了 整理盘 像凯美上礼拜五 我们建议大家 120.5以上来做卖出 最高来到121 成交120.5的这个 卖完之后呢 杀下去反黑 117.5以下买回 最低115.5 至少3块以上加差 10张就是3万以上 可以放在口袋里了 那这就是我们操作的方式 虽然不能够保证你天天赚 但是也给你别人没有了四大保证 第一个 跟着我做当冲 记得当天进 我们一定当天带你出 绝不凹单 第二个保证 我们1000多档 2000档 至少最有把握的一档 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不会一堆股票叫你设飞标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股票 所以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100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 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讲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之下 过去一个月 当冲斩棘12胜三辅 累计投包率29.2% 很多人靠着当冲100万操作下来 一个月帮自己加薪个 各十百千万十万 六位数以上不是不可能梦想 认同我们理念的 也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着我们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的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了 休息时间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运达头顾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顾 好看我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头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名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顾APP 货电02-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台北股市在17000点的历史高档 赚钱机会要把握 但永远不要忘了 风险意识一定要顾好 尤其在美股的一个行情 有可能在这个通膨压力之下 压垮了所谓原本资金的一个泡沫 这种状况之下 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操作策略 那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内容是这样 每天早上会提供大家 最多两档当冲股给你 会清楚的告诉你 要先买还是要先卖 会清楚的提供进场价 预设停损跟获利目标 没时间看盘的老师帮你看 到了假简讯通知你 没到假当天带你进 一定都当天带你出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那像这地方今天虽然没有出手的机会 好我这个虽然这个出手之后没有成交 我们也诚实这样 但是逮到机会 像上礼拜五凯美 大户在出货转弱讯号短空之下 一早建立大家 120.5以上来做卖出 成交之后 杀下去117.5以下买回 至少就是3块以上的价差了 10张至少就是3万以上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来 好不止上礼拜五赚 对不对 之前会扬 也是3块加差 15张大赚4万5以上 包括这个亚诺法 好这个1块2的价差 15张也小赚个1万8以上 一天哦 包括了连羊 也是这个地方4块以上的价差 8张又是3万2以上 就是这样稳扎稳达的掌握赚钱机会 让你靠着当冲作战 一个月想要加薪格 各时百千万十万六位数以上 不是不可能的梦想 让你有机会能够靠着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来提升你全家人的生活品质 实现你人生很多的梦想 不要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指名加入 由我献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 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 优独立则